Max Gubler的作品 感覺這個展覽室的還是不錯的 圓形版本的紅黃藍 這是Free Scanner的話 這個小女孩挺可愛 是蒙德里安的作品 掛上那個菱形不是方形 John Milo的話 不同方式的抽象牌的話 好像我吃蘑菇吃嗨了之後看到的那種 人物那個大小不一的光怪陸裡的感覺 還養了一隻貓一條狗 古典時期中世紀的時候的話 屬於文藝復興之前的宗教化為主 看一下 藝術光把人找走了 醫藥的那個進化展 像是一個人的大腦 以前的做手術的場景 宗教諷刺 電視台停播的時候那個畫面 這也太像真人了 像兩個躺著的藥丸 又像兩個人 維尼斯最右邊的是總督工 這邊是畢加索的作品 這邊是胡安的作品 能看出來還是個女性 臉上畫了好多個面 畫正在畫自己的自己 充滿厘清的行為藝術的房間 John Mario的作品 哇塞 看出了一種漠視的感覺 核爆炸 這個腿壞的房屋 這幅畫叫男和女 哼 這幅畫風格好陰森啊 他們看人的眼神好嚇人啊 飛琴走手水裡 有它是一個畫 它不是一個布 你發現了嗎 這可是什麼姿勢 你的臉 不是有美的後方嗎 太多了 女神的腿感覺畫得非常的美啊 吃完蘑菇看到的就是這樣的場景 還有這個 我們現在要上樓了 看一下這個 每個房間也都太美了 睡美人 這兩幅是莫奈的作品 莫奈和他的哥哥 梵高的一幅玫瑰花 只用了基本上紅色的那一幅 這幅是馬奈的作品 法國巴黎的夢想派制服 巨型的馬奈的作品 莫奈的夢想派的一幅風景畫 有一個小蘿莉 這居然是皮卡索的作品 我感覺我之前看到過他畫的別的畫 像是凳子的其實是一個藝術作品 還是 這是Edward Munch Edward Munch的作品 還有這個 以前外星人 長得有點很像德國人 這個房間好酷啊 去了這個樓 但是他對面還有一個管 適合拍那個印斯風格的照片 看這個樓